这菜太咸了,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,我现在年纪大了,吃不了盐多的饭,而媳妇,你是不是要存心害我? 妈,我吃得不咸啊,你就不要挑三拣四的了。 儿子,你到底像着谁?你的意思是我冤枉他的对不对?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。 妈,你别生气,你想吃什么,我再去给你做一道清淡的菜,你看怎么样? 吃什么吃?我不吃了,气都气倒了。 婆婆生着闷气回了房间,第二天早上。 儿子,我有话跟你说,我刚才听邻居说,你老婆跟一个男人站在小区门口有说有笑的,这是你知不知道? 妈,这有什么呀?那个人或许是他的朋友,你这么敏感干什么? 我的傻儿子,你可真是太天真了,他肯定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,他们都说那个男人跟妞妞长得挺像,我怀疑妞妞有可能不是你亲生的。 妈,你别闹了行不行?越说越离谱了,我老婆他就不是那样的人,你赶紧让开,我上班快要迟到了。 我不让开,你赶紧去做亲子鉴定,你这绿帽子还要戴到什么时候?赶紧跟他离婚,这样的女人咱家不能要。 妈,你在说什么呢?越说越过分了,谁爱去谁去,我是肯定不会去的。 这时候,小丽刚好从房间里出来,听到了这些话。 妈,你胡说什么呢?我可是清清白白嫁到你们家的,没想到今天却受到了这样的侮辱。 你如果清白的话,邻居们就不会说你的闲话了,前几天你在小区门口遇到那个男人是谁? 她是我的一个同学,我那天刚好遇见她,就多说了几句话,这有什么?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了好吗? 她是不是你的情人我管不着?总之,我想让我的儿子跟你离婚,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 妞妞都这么大了,你还让我和牛仔离婚?你想让你的孙女没有完整的家庭吗? 她是不是我的孙女还不知道呢?儿子,你赶紧去做亲子鉴定,要不然的话,你就不要再叫我妈了。 妈,你这是要逼死我吗?我是不会去的,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好不好? 哎呀,我的儿子呀,我养你这么大容易吗?你现在竟然敢不听我的话,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留恋的,你不介意替别人养孩子,可是我介意,我真的是对不起你爸呀,我这就去找你爸。 婆婆说完就想撞向旁边的桌子。 妈,你这是干什么呀?我同意,我同意去做亲子鉴定,还不行吗? 牛仔,我们离婚吧。 小美说完就回了房间,再也没出来,而牛仔安慰好婆婆以后,就急匆匆地上班去了。 小丽,我有话跟你说。 你到底想说什么?不就是想让我跟你儿子离婚吗?我同意还不行吗?这些年,我伺候你们母子俩也是受够了。 你能实实务最好了,你从来就不是我想要的儿媳妇,我要的是有主见,能干上进,能鼓励牛仔积极向上,有追求的女人。 听你这话的意思,你是不是已经给牛仔找好了下家?你可真是一个好婆婆呀,你儿子还没离婚呢,你就给她找好了媳妇。 这有什么?我儿子这么优秀,想嫁给他的女孩多着呢,所以你们赶紧离婚吧。 还有,我儿子已经答应了做亲子鉴定,如果妞妞是我的亲孙女,你就不能把她带走?如果不是,你们马上滚出我家。 不用等亲子鉴定出来了,我现在就把我女儿带走,省得你们再怀疑这个恶心的家,我再也不会回来了。 你现在可不能把妞妞带走,等亲子鉴定做完以后,你再把她带走。 第二天,妞妞就跟着爸爸去医院抽了血,回到家后,小丽就带着妞妞离开了这个家。 几天后,亲子鉴定出来了,妞妞确实是牛仔的亲生女儿,不过这些对于婆婆来说已经不重要了,因为她已经为牛仔物色好了一个新的媳妇了。 儿子,妈给你找了一个新的对象,虽然年龄大点,但是好在没有结过婚,人也很不错,是个妄夫命,妈对她很满意。 妈,你不要再逼我了好吗?亲子鉴定我已经为你做了,现在小丽又跟我离了婚,你到底还想怎么样?我心里只有小丽,对别人不感兴趣。 你们都离婚了,你还想着她干什么?既然孩子是你的,那过几天我把她接回来就是了,但是妈不会再同意你跟小丽过下去的,这个人你必须得见,你如果不见的话,我就直接给你选日子结婚。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,我就死给你看。 妈,你别生气了,我见就是。 这就对了,这姑娘长得又好看,肯定不会错的,妈还能害你不成。 两个月后,牛仔的新媳妇进了门,开启了他们的二婚生活。 婆婆,都这么晚了,你怎么还不做饭?你是想饿死我吗?我才嫁到你家几天了,你就这么对我?我一个大姑娘家嫁给你们个二婚的,还有个孩子,本来就够委屈的了,你们还不给我按时做好饭,婚礼也举办得特别的寒酸。 我的好儿媳,是妈的不对,妈会给你补偿的,绝对不会让你平巴无故地受了委屈。 补偿?怎么补偿?我这一辈子也就结这么一次婚,还让你们家给我办得那么寒酸,我的朋友现在都还笑话我,我饿了,你赶紧去给我做点好吃的,就炖个排骨汤吧。 婆婆大媳妇赶出的,就去了厨房,不久就做好了一桌子菜。 我不是让你炖排骨汤吗?我的排骨呢?还有,这都是什么菜啊?就一点肉末,怎么吃啊? 家里没有排骨了,我还没来得及去买,我怕你饿着,所以就先做了点现成的,晚上我再给你炖,你看怎么样? 我想吃点排骨,就这么难吗?你现在就去给我买,我等一下就要吃,我嫁到你家来也不知道涂了什么,你儿子天天上班那么忙,回来就倒在床上睡觉,连话都不跟我说一句,现在连饭都不让我吃。 你不要生气,我现在就去菜场给你买排骨,回来马上给你做。 三天后 妈,我跟你儿子都结婚了,你怎么还拿着他的工资卡? 我现在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了,你老拿着他的工资卡,这个不太合理,我看你还是乖乖地把工资卡交出来吧, 这样以后或许我还可以给你养老 这工资卡可是我一直都拿着的,怎么能给你呢?我是他亲妈,他还能不给我养老吗? 工资卡的事我昨天已经跟牛仔商量,他同意让你把工资卡给我,他现在可是很听我的话,你不会为了工资卡的问题让我俩吵一架吧? 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?你以前可是很温柔的,怎么结了婚就成了这样了? 我那是在你面前装的,毕竟我年龄也大了,想找个男人不容易,要不然你以为我会看上一个二婚的吗? 我可是听别人说了,你的前儿媳就是让你欺负走的,我可不会让你欺负,老东西,你最好给我乖乖地听话,要不然我就把你赶出去 婆婆虽然心里很生气,但还是把卡给了儿媳,晚上,牛仔回到家 儿子,你这个新媳妇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?当初我认识她的时候,她可是很尊敬我的,现在她把我当成了保姆了 妈,这不都是你自己选的吗?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?挑拨离间吗?你是不是想让我再离一次婚,你才高兴啊? 儿子,妈没有别的意思,妈只是后悔了,妈不该逼着你和小丽离婚,现在这个儿媳妇对我一点都不好,还没有小丽的十分之一 我想让你找到小丽,把孩子接回来,妈想向小丽道个歉,我不祈求她的原谅,只求她还愿意见我 她现在肯定不会原谅我了,我也已经在婚了,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,我不想再打扰她的生活了 你不去我去,她如果不原谅你,咱就把孩子接回来,毕竟那可是你的亲生骨肉 几天后,婆婆打听到了儿媳妇的住处,就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他们 小丽啊,你快开开门,妈来看你和妞妞来了 你来待什么?你已经不是我婆婆了,你赶紧走吧,这里不欢迎你 小丽啊,妈错了,妈后悔了,妈不该逼你们离婚,我真是自作自受,这都是我的报应啊,你就原谅我吧 没什么原谅不原谅的,你跟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,我现在过得很幸福很自在,我真是后悔没有早点脱离那个家 你和你儿子现在过成什么样,跟我没有关系 我也不求你的原谅,我只希望把妞妞带回去,她毕竟是我的亲孙女,我不忍心她跟着你过这样的生活 我的生活怎么了?我自己挣钱自己花,没有缺她吃没有缺她穿 她是我的女儿,我是不会让我女儿去叫别人妈妈的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原谅我的,毕竟我以前对你那么的不好,我现在也遭到了报应,我只希望你能给我和我儿子一个机会 不可能了,我已经跟你儿子离婚了,也不可能再回到你们那个家,你赶紧走吧 你真要做得那么绝情吗?我可是妞妞的亲奶奶,你如果不让我把孙女带回去,我就去法院告你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想上法院,我奉陪到底,我就算死也不会把女儿交给你们,你现在赶紧走吧 说完小丽关上了门 说完,怎么就算是我来打开 然后,我不能给我做的一个爱太多,我现在是想找我 再不就能喝